就在不久前 汉文帝霸凌的位置被确定了 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文物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会有大量汉代的陶涌 稀气 以及表现新名生死观 与宇宙观的壁画和博画 那我们就接着上期 进入到两汉未尽的时代 感受一下我们文明的艺术初长成 正散发着勃勃生机的时候 整体来看 汉代的创作题材大体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人世间的 记录贵族或是国家仪轨 祭祀的场景 还有上古故事的图像 另一个是天上的 也是继承了先行时代传统的内容 表达那个时候鲜明的宇宙观 和对世界的认知的 比如皇帝滚符上出现的日月星辰 马王堆汉木出土衣物上 对天地与人三界的想象 还有大量漆器中描绘的 异世界的牛鬼蛇神与仙灵 这些创作的题材内容 无不是受到了阴阳家学说 道家学说和儒家学说影响的产物 而这些中华文明的主流思想 也一直影响着文艺创作 并且持续了两千多年 到汉武帝时期 无家全面兴盛 之后的艺术创作题材 变得更加丰富 汉代这个时期 最具代表性之意的专画上 出现了大量描绘人民生产生活的场景 这意味着 创作的题材 渐渐从上古时期的符号 神轨的猜想 宇宙世界的认知 下沉到了更加现实的方面 同时 彪汉的民风和上武的传统 大量汉代石雕表现出了一种 古朴 飘逸 浑厚的风格 整体而言 这个时代的作品 是用来教化万民 沟通天地的 也深刻体现着 那个时代先民们 蓬勃向上 达则兼济天下的豪迈循怀 到了东汉后期 佛教的传入 为后来灿烂的宗教艺术 埋下了伏笔 再后来 强悍的汉帝国大厦 轰然倒塌 到了三国未尽 天下纷扰 名声凋敝 以陶渊明与竹林七贤 的现实深深的绝望 转而以穷 则独善其身的影视思想 成为了后世 文人艺术的起源 另一方面 近代昙花一现的大一桶 是宫廷画家顾凯之 携着他那女史真图 与洛神复吐长卷 登上了舞台 他及此前人物绘画之大臣 更是直接影响了 后来的佛教绘画 与隋唐时期 圣级的人物绘画 在洛神复吐中 更是出现了 原始山学的雏形 之后 中国历史 再次进入了 战乱动荡的南北朝时代 但正是那苦难不安的时代 文人士大夫 寄行山水的想法 更加的深刻了 苦难的普罗大众 既希望于深邃博大的佛学 也催生出了 不朽的佛教艺术